《家心对圣经的了解》 《独利奥神父》 《马逗记载的福音》 《马逗福音从结尾开始》 新洋是由《马逗福音》开始的 他收录了七十年里生活在 纳扎纳人耶稣周围的 基督徒团体所写的书 亦都收录了继承犹太传统的经文 新洋的第一部书就是《马逗福音》 亦都是四部福音的第一部 自古以来《马逗福音》被认为是最早 最古老的福音 或者那些教父所指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马逗福音》 而是一些早期的版本 例如中途团体 在耶稣死而复活后的三十年里面 他们不单止《广道》 还开始死一些《广道》词 在最初的几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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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原始的 基本的 最初的福音 是耶路撒冷的中途讲到词的基本概要 他们向以色列文宣讲 耶稣是以色列和所有民族的默西人 我们称之为对观福音的福音书 他们包括《马逗福音》 《马逸谷福音》 和《路加福音》 他们都是来自这个最初的概要 或者 这个用闪族语言写成的最初文本 是由瑞利《马逗》完成的 《马逗》是一个 将自己卖给罗马当个 做收税员的人 但是 在他找到耶稣之后 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辣味 即是马逗 他或者在中途最初的文本之上 进行了扩写 他或者在中途最初的文本上 进行了扩写 而目的是为自己 关于耶稣的讲道 有一部正式的文稿 这个文稿 是在全教里面使用的 譬如巴尼巴斯 在公元四十年 被派往安提若基雅 为的是要见证一个希腊团体 在那个大城市的诞生 他带了十二位中途所宣讲的福音 而是安提若基雅 第一个版本就诞生了 以希腊文写成 进行了扩写和改写 这个文本 或者是以马逗福音的名 被带到安提若基雅的 因为马逗 确实 他曾经在安提若基雅宣讲过 但安提若基雅 一个活跃的基督徒团体 一直诞生了 并且多年来 他们不断发展 这个最初的文本 移植到公元八十年 即是这份文本 到大安提若基雅四十年之后 安提若基雅的一个基督徒作家团体 我们照慣例 称它为星马逗学院 他们编写了一个确定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版本 即是马逗福音 我们想要学习 是要更好认识和了解福音 但是我们会由福音的结尾开始 我们不是由第一页开始 而是由最后一页开始 因为我们往往借着结尾的啟范 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一部文学作品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 它的结果照亮了其他的一切 而其中由文学角度来看 马逗福音以一种开放的 特别有趣的方式结束 它没有结论 就好像一个故事 仍然有一个元空 它没有结果 目的是要让读者自己去想象 跟着下来会发生的什么 第一部福音 马逗福音 它总共有二十八章 是最长的一部福音书 它最后一章是专门描述 和福活的主的相遇 和其他福音书一样 马逗描写了那些妇女 在福活节的早上去看到了一个空的坟墓 和福活的主相遇 和福活的主相遇 并且向那些宗徒传报了这一个信息 但是之后 他们还描述了一些兵士 受古犹太最高评议会 San Hadrian 的收买 就着空坟墓这件事 说大话的情节 而最后 他呈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情节 这个对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之重要 就让我们由第十六节读起 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力 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 这里中途不再是十二个 而是变成了十一个 这个表明是不圆满 有一个尤达斯 他背叛的情节 他是来耶稣最近的人之一 但是他就背叛了耶稣 并且是离开了 尤达斯应该对耶稣的被捕负责 这个使耶稣的生命是以悲剧而告终 其他十一位中途听从了耶稣 重返加利力亚的邀请 可能没有多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呢 就很有象征意义 试着重新构建这些事实 似乎那些中途在復活节之后 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第五旬节 他们仍然在那里 传教工作开始在以色列的首都 但是回到加利力亚有它重称的意义 因为加利力亚是一个外邦人地区 加利力亚并不是它最初的名 它有一个表示地区 省份的通用名字叫做归路 而加上人民的属性就变为归路亚高原 即是人民的加利力 那里呢 就是耶稣全教工作开始的地方 也都是外邦人地区 犹太人也都住在那里 但是就并没有占据整个人口 他们和来自其他民族和宗教的人住在一起 加利力亚是耶稣全教的起点 亦都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回归地 复活节过了之后 耶稣邀请那些宗徒回到加利力亚 回到它最初的地方 去重新思考和主一起度过的 全教生活的点点滴滴 并且参与到人民的共同生活里面 甚至是非犹太人的生活 马斗福音的结尾是开放式的结尾 它向所有人开放 墨西亚主耶稣 不是只是为以色列人 而是为所有人 在圣经里面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它是升上天的陆地 山象征人类和天主的相遇的地方 人升到天上主降临大地 在山上面 梅塞找到了天主 并且在那里立了盟约 梅塞得到了法律和天主的应许 梅塞得到天主的相遇 它在一些重要的聚述里面 都提到了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山上的谈话 新的法律 新文藥的建立 马逗的整个故事结束在另一座山 即是耶稣已经向他们指示的一座山 他们没有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而是去了耶稣所指示的地方 这个是一次同神的相遇 也就是说 那个就是天主显示自己的地方 这个是天主在復活的耶稣身上的明确启示 他们一看见他 就朝拜了他 虽然有人患心中疑惑 圣史马逗将两个方面放在一起 一方面是中述 而另一方面就是有意 只有十一个人 代表了不完美 他们朝拜耶稣 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 并且深存疑惑 耶稣走近他们 动词走近这两个字 对于圣史马逗 是有很微妙的意义 在那些诗制的语言里面 这个是一个术语 是表示那些诗制走近 那个神圣的世界 借着这个图像 马逗用这个动词 来表明神圣的那一位 走近人类 耶稣走近门徒 他上前走近那些 朝拜他的人 耶稣就上前 对他们这么说 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 都交给了我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恩父及子及圣神 知名给他们受洗 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 你们的一切 看 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我们来到了结尾 经文的结束点 但是 这个并不是故事的结束点 我们将天门徒 留在了山上面 他们跪在復活的主的面前 听到这些话之后 跟着来会发生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和主讲话呢 他们有没有走到呢 他们做了什么呢 而耶稣是去了哪里呢 那圣史玛逗对这里 是没有任何的描述 福音结束在一个重要的情节 在山上 復活的主 给了那些门徒行动上的指示 这个也是马逗的基督徒团体的大宪章 Mannicata 我们重读这些文字 是因为他们很重要 首先 耶稣发表声明 描述他自己 和所赋予他的权柄 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 所有天上地下的神圣权柄都交给了耶稣 两极的表达 是为了表明一切 復活的神圣权柄都交给了神圣权柄都交给了神圣权柄都交给了耶稣 是谁 是谁给了他呢 这里没有明确最述 但是很明显 就是天主 这个是闪族人被毁天主名字的一种典型的方式 我们可以说 天主给了他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 所以 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我们必须留意 所以这两个字的重要性 它表明了一种因果关系 因为我已接受一切权柄 所以你们 我的门徒 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虽然 去这个词语翻译过来 是一个歧视语气的动词 但是原文是一个分词 我们用另一个词语来去翻译 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就是行走 以使人成为门徒 这个歧视语气的动词 指向的就是discipline 这个动词在英文里面是不存在的 它超越了语言的规范 因为在希腊言文里面 有个动词 同disciple 门徒 这个词语有相同的词根 一些旧版翻译 使用了training 训练这个词语 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翻译 因为这个动词 是通常用在动物 尤其是他含有做一名导师的想法 而原文的意思是要做一个门徒 耶稣的跟随者是不会成为导师 而是一个继续做一个门徒 并且是使其他人也都成为门徒 耶稣这个命令的接收者是门徒 目标是要让世界万民都成为门徒 所以他们学习 门徒是要学习的人 跟着他们要在整个生命里面行走 以使万民都能够成为门徒 这里是面向全体的开放 这个字意思是世界上的所有民族 这是一种种族的开放 而以色列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他们是孤立的 这里是在召唤宇宙间所有的种族 所有民族都蒙照成为唯一的主 即是復活的主的门徒 他拥有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权柄 但是要怎样使人成为门徒呢 有两种方式 施洗和教导 第一个动词 让人想到圣事的层面 教会礼仪的工作 借着圣事传递复活之主的恩典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洗礼里面仍然在使用的规范话语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这是一个完美体现三位一体的华语 他取自马逗福音的结尾 用画十字声号举行洗礼和降福 洗礼意味着浸入 圣事这样使所有民族都浸入在父子 和圣神三者之间的关系里面 使他们的生命 和在耶稣身上所显现的圣神三的生命 是得以共用 施洗和教导 是一种培育 教育类的工作 只是施行圣事是不够的 还需要介绍知识 那他们应该教些什么呢 他们必须教人去遵守 去维护耶稣所吩咐的一切 就让我们注意文章里面 对整体的坚持 在这些章节里面 以不同的方式 都使用了所有或者一切 这一个形容词 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 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 你们的一切 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 能门徒团体传达耶稣 所教导的一切 而且不单止是一种的传达 还要保存 耐化 并且教导其他人 怎样去遵守 和坚持 最后一句话 是许乐 这个是对身份的肯定 我会与你们在一起 这个词的祖 我是 I am 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 祂是天主的名字 祂是天主 在西内山上 向梅塞所启示的 自己的名字 不敢 耶稣以 我是 I am 显示自己 也不单止是这样 我是 与你们一起 I am with you 这个启示了天主 与我们 在一起 最初以厄马路易的名字 所宣布的 是我与你们同在 I am with you 现在 被公认为天主的耶稣 与以色列的天主 Lord 阿多纳 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这一位天主 在西内山上 和祂的群体 确立的关系 天天 是表示持续 在每日的 所有现实里面 在加里利亚的 每一日里面 直到今世的终结 或者可以说 直到世界的终结 终结 这个是一切事物 所指向的目标 和述语 这个是历史时代的圆满 是基督 临在所改变的世界 实相的圆满实现 马斗的团体 以复活的基督的临在 力量去生活 去经验 我总是和你们在一起 生命的共用 开启了全教工作 教会 本来就是为了全教 朝着加里利亚 朝着世界的外围 朝向所有的实相 每一日 每一日 教导耶稣 所吩咐的一切 目标 是要使人成为门徒 读马斗福音 是意味着再次将我们自己 置身在耶稣的学院 祂是唯一的导师 使自己成为真正的门徒 并且使其他人 也都好似我们一样成为门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赞 10 3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